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遊樂場 有在養魚種草的水族朋友們一定常常有個困擾 台灣夏天的溫度很高 水族鄉的水溫如果在沒有冷水及冷卻的狀況下 一不流神就會飆升到三十幾度 如果水族生物長時間生活在這種高溫環境下 不只會生長遲緩,甚至還會死翹翹 除此之外,像我有在種水草 水草對於光照以及二氧化碳的需求 就有如我們每天都要吃東西一樣 只不過每天都要定時起重開燈 時間到了也要去關燈 如果不小心放個假,出個遠門,忘記關燈 回到家一看就整缸都是水草 所以說我決定使用聯發科的Linkedit 7697 SS712電流感測器以及DS18B20溫度計 來製作一個可以隨時隨地監控魚缸溫度 以及系統耗電量的智慧水族系統 那我們開始吧! 在開始前,我們需要前往聯發科的 MCS 官網註冊一個免費的 MCS 帳號 MCS 是 MediaTek Cloud Service 的簡稱 它提供我們一個可以上傳與儲存資料的伺服器 創建帳號的方法以及教學可以參考下方的資訊欄 當然免費的服務都會受限 目前 MCS 一個月給開發者的資料點數量是10萬點 假如一秒鐘上傳一筆資料 大概一天再多一點點的時間 免費帳號的資料點就滿了 如何應對就是讓它變成一分鐘上傳一次 MCS 最方便的地方就是不需要另外寫一個專用的APP或者網頁 只是要用 Play 商店的官方應用程式就可以遠端控制設備 當然,也可以使用電腦瀏覽器控制 下一步是連接 ACS712 電流感測器 它是一種常見的電流感測器 利用電流產生的庫倫力產生電壓 也就是霍爾效應 有了這個電壓我們就可以計算出流津感測器的電流 ACS712 依據不同的測量範圍也有不同的型號 我使用的是30A量程的模組 最大就可以量到正負30A的電流 但是這裡有一點需要注意 Linked 7697的ADC 也就是類比數位轉換器 只能輸入最高2.5V的電壓 可是電流模組的電源是5V 因此我們需要把5V的電壓線性的轉換成2.5V 這時候就輪到我們的分壓器出廠 我們使用兩顆1K歐姆的電阻串連形成一個分壓器 將中間分出來的電壓連接到我們的7697上 如此一來就不會損壞我們的開發板 但是大家都知道交流電與直流電的差別是 電壓是否隨著時間而改變即興 因此我們使用ACS7120 需要讓它取樣一個週期以上的時間 並取最大值與最小值進行交流電流的有效值計算 下一步是DST8-B20溫度感應器 這是常見的溫度感應IC 除了零售的TO92包裝之外 也可以像我一樣買具有防水包裝的這種線 它會有三個角位 分別是電源線、資料線以及接地線 一般來說紅色的是電源線連接到5V的直流電源 黃色是資料線、黑色則是接地線 DS18-B20使用的是OneWire的資料傳輸協議 在使用上會需要一個4.7kΩ的上拉電阻 我們將4.7kΩ電阻連接到5V端與資料線 並且引入onewire.h以及dolustemperature.h這兩個資料庫 好了感應器都設定好了 我們回到我們的MCS 你們可以直接用我設定好的MCS儀表板 或者想熟悉介面的朋友也可以自己建立一個 想使用我建立好的儀表板 只需要在樣品圓形這邊選擇創建 之後點選匯入JSON檔 並將下方說明欄的JSON檔上傳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儀表板控制四個開關 分別是燈光、二氧化碳、空氣防譜以及過濾器 下面的顯示器可以看到電流、溫度以及耗電量 這裡右上角可以點選歷史資料 看到過去所上傳的資料數值 再往下拉就是開啟或關閉自動模式 還有剛剛提到的四個東西的開關 然後最下面的是定時開關的開始時間 以及要開多久的持續時間設置 接下來讓我們來製作開關盒與控制盒 外殼我選用一般五金行會賣的這種電工開關盒 它非常便宜而且好用 最棒的是它側面有預留的走線孔位 不需要再額外多鑽一個孔來走線路 此外我使用的插座與開關 也是可以在五金行或量販店購買到的水電DIY配件 只需要把插座卡入開關盒的蓋子 再將外板蓋上後 就成了簡約又實用的開關盒了 我要控制的設備有四個 再加上一台常開的冷水機 所以我總共需要五個插座 然後我希望我可以在晚上定時關燈的時間把燈打開 方便我觀察魚缸的狀況 因此我使用一個單切開關並連於電燈的計電器 如此一來開關與計電器都可以控制電燈 相當於邏輯的ORGATE 控制盒的部分 右上角我做一個接口給DS18B20連接 在中間我安裝一個16x2的LCD顯示器 顯示魚缸的溫度、電流、耗電量等等的資訊 同時左下角與右下角分別是控制模式的指示燈 以及計電器狀態的指示燈 我用彩虹線連接控制器跟開關盒 首先將彩虹線的一端使用這種牛角連接器 它是專門設計給這種排線使用的 只需要將排線對準之後用力壓緊 中間的銅片就會將排線的絕緣皮刺穿 並且與內部的導線連接 而開關盒與控制盒上面 則用牛角連接器的母頭來跟排線連接 兩個盒子使用排線連接的方法 讓空間的運用可以更加靈活 最後就是組裝了 首先我們需要一個5伏特的電源 攻擊我們的Linked 7697以及周邊的模組使用 我將舊的手機充電器拆開來 並把插頭的部分拔掉 用熱容膠黏在電路板上之後 利用排線將110V的膠流電引進到電源供應器 接下來把Linked 7697以及前面提到的分壓電阻 上拉電阻焊接在電路板上 還有LED需要的線流電阻也要一併焊接起來 阿對了,不要忘了還有LCD顯示器的連接線 控制盒做完的下一步是最麻煩的開關盒 這部分我搞了很久 所以忘記拍製作過程 但是光看現在這個成品就知道還蠻麻煩的 先將四個計電器的位置擺好 之後要想一下電流模組的位置 然後煩惱要怎麼使用1.6mm的擔心線連接到計電器與插座 還有最麻煩的就是交流電源的並連問題 因為計電器的端子台實在是太小 1.6mm的擔心線根本塞不進去兩根 所以我就直接把共用端用焊接的方法焊在一起 除此之外,計電器與電流模組的5伏特電源 我用一個小的分電盤方便我接線 這樣在未來也比較清楚可以知道哪一台計電器有故障 在用商用電錶確認插座與開關都沒有短路之後 就可以把連接線接上,插上插頭 然後就可以送上電開機測試 那測試一下沒有問題有沒有連接到NCS 如果都可以的話就大功告成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或者是對我的影片有任何的建議 都可以在下方的留言處跟我講 那當然也歡迎訂閱按讚分享囉 我會不會有任何人在上方的留言 如果是一個部位,我會不會有任何人在上方的留言